大家好,我是超喜歡1950年代的Kiki 影片開始之前,如果你是第一次觀看 這是一個專門講解服裝知識故事還有製作方式的頻道 版型製作方式都在我們的線上課程裡 從版型製作到縫紉步驟 還有豐富的服裝故事與歷史 所有資訊都在影片的下方 當然你也可以聯繫我們直接購買版型 拿到變質檔後,印製前請詳約最後一頁的版型資訊 上面會有服裝的名稱尺寸還有需要注意的規則與細節 印製時請注意設定,挑選A4紫還有實際尺寸 印製好後,可以將右邊的白框與上邊的白框剪掉 確認正方形的邊長為5公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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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依照指向的字母與數字去做排列 對準指向的標記位置連合 每一塊部位的彩檢數量都有標記在版型上 每一塊部位的彩檢數量都有標記在版型上 将上升前后片的省道缝合 内衬部位的省道也要缝合 侧边门径位置要按上贴秤 接着将内衬部位连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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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將肩部縫合起來 內襯也是同步走 相疊固定後縫合 留著領子與腰線位置先不要縫合 留著領子 裙子部位就先縫合中心線 取之內側部位先拼接 再縫合中心線 前片縫織時要注意內弧線 厚片缝制时也要注意内弧线 将厚片的外部与内衬相叠缝 这种大弧裙摆一定要平均固定 否则侧边会容易出现奇怪的薄纹状 将前面的外部与内串相叠缝 半圆部位要小心缝制 记得每个弧线位置都需要将缝纫空间修剪小三角 方便熨烫时弧线会比较漂亮 相接上半身与下半身缝合腰线 接着缝制翘领子 依照布料的厚度垂坠度决定要不要使用贴秤 接着与连生裙缝合 依照喜好按上扭扣与扭扣眼 瓶子依照 看到这边的你不要忘记支持我们一下 帮我们按个赞留言 你希望我们制作的服装 多多分享我们的影片 那么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